我们都知道 在近两年里 众多自主品牌都是靠着A4优位这一风口得到了成长 而发展最快的当属长城 吉利 传奇 长安 奇瑞以及仲态企业了 每家企业都有一款最强势的作品 比如双城哈佛自幼可是连续做了58个月的销量冠军 吉利家族的吉利博越有着最美称号 但是随着发展的血猛 车企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 竞争的激烈让更多的车企压低了售价 而车型售价的降低 将会拉低车型的品质质量 尤其是用量 做工方面就没有那么精准化了 也就导致车主对一些品牌失望透了 为什么会失望呢 因为车主好不容易买了一台车 竟然没有开几年就开始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了 也就是车主所说的品质不过关 质量差劲 那么今天B者就给消费者盘点最坑人的三大国产SUV 买到手里就后悔 这些车主表示 自从买了这款SUV以后 不是在修车就是修车路上 能修到你怀疑人生 而车主们说的第一款国产SUV是长安CS75了 作为长安家族旗下的一款紧促型SUV 目前的销量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在排行榜位列前五名 不过自从本田42V出现产机油之后 也涉及到了长安CS75 机油门的爆发让车主们暴动了 因为长安到现在都没有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让车主们彻底心凉了 第二款车型为猎豹旗下的猎豹CS10 提起猎豹品牌其实力不容忽视 因为猎豹企业已经拥有了60年的军工制造实力 按说车型品质不会太差 可是猎豹斯交零却没有军工的质量 一些车主表示 该车故障率多如牛毛 不是三天小修就是七天一大修 反应问题最多的就是车身异响严重 发动机漏油 变速箱顿挫与严重 卡顿 车窗漏水 车门异响等等 最后一款为宝骏旗下的宝骏560 这款车主打的就是平民 便宜 实惠 正因便宜 质量和品质肯定不会好到那里去 正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 就说做工和用料吧 只能用档字滴来形容了 另外车主还反应 宝骏560存在意下 生锈严重等问题 总之买了这款车以后 开在大街上就是一种折磨 很多网友都说 相爱国就选择国产车 可是针对这种问题多的车型 相爱也爱不起啊